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著名的撐警藍絲藝人譚詠倫 近日做了豬隊友 在微博那裡貼了一張合照 這張合照其實是在球場上拍的 應該是踢完球時留念 這張合照除了譚詠倫本人以外 還有歌星梁漢文和總警司謝鎮忠坐在一起 這張照片在微博貼出來以後 很多梁漢文的粉絲馬上就表示失望 而且還說不再做他的歌迷 甚至乎梁漢文的老友王宗堯 在Facebook那裡都是若有所指 暗示對他失望 王宗堯在Facebook那裡寫了一條貼文 他說昨晚一整晚都在想一件事 好波重要還是良知重要呢 他的良並非是良心的良 而是姓梁的良 梁漢文的良 王宗堯還說我沒有打錯字 Hashtag就是什麼呢 就是朋友我當你一世朋友 這句歌詞其實就是來自陳奕迅的那首最佳選友 莫非是暗示和梁漢文的友誼關係有所破裂 當然他就沒有說明清楚 留了一個想像空間給大家 實情這個想像空間就非常之重要了 因為很多藝人實情在去年的反送中運動當中 就是按而不表沒有把自己的政治取態表露出來 這樣對於一般的市民和歌迷 反而才是最好的 因為他在不知道的情況下 一定就會移中留情 既然你都沒有表達到自己是藍絲 當然就不能夠假設你是撐警 故此可以是繼續照舊撐住 但是若然是表達了自己是藍絲的時候 那些黃絲歌迷自不然就會離棄他 在這方面 譚詠麟相信已經沒有了感覺 因為他本人已經是藍到出執 藍過墨斗 故此他貼謝振忠的合照出來 都不當作是什麼一回事 已經是非常之稀疏平常 更何況大家記不記得在年初 過年期間 有幾段短片傳出來 又成龍大哥 又譚詠麟 一群明星足球隊曾志偉 鄧炳強 嘩 兒子一堂在一家中式酒樓那處聚餐 當時已經被人質疑 為何疫情爆發期間 還有這麼多人出席聚餐 而且沒有戴口罩 都不緊要 大家記不記得在影片當中 謝振忠曾經和譚詠麟合唱過一曲 再見亦是類 故此應該是詩交甚督 貼這張合照出來 他本人就沒什麼 但是梁漢文在過去這一段期間 都從來沒有作出任何明確的政治表態 現在你弄這張照片出來 恰恰就是代梁漢文表態 故此他那些黃絲歌迷 當然就是可能會離開他 甚至乎王宗堯作為一個抗爭者 他本人也是被告這個暴動罪 當然現在還在審 還未知情況如何 但是相信他對於梁漢文走去和那些警察踢球這回事 肯定就會有一個很大的感觸 實情做藝人難免是西瓜靠大邊 因為入得這個娛樂圈 無非都是為了賺錢 求財就不是求氣 既然那條北水這麼好賺的時候 香港演藝人難免是前赴後繼 去大陸賺真銀賺人民幣 不過人除了金錢利益以外 還有很多其他價值 當然不是個個做演藝界的人 都這麼有使命感 不過除了這些金錢價值以外 其實觀眾的認同都很重要 就算讓你那些藝人在大陸拍劇集 能夠找到七位數字一集也好 若然回到他的出生地、原居地 是被大部分市民唾棄、唾馬 他心裡一定是不爽 一定會心理不平衡 這是必然的事 尤其是做演藝界 就一定是渴望名利雙修 若然只有金錢利益 但是搞到自己聲名狼藉的時候 其實那個藝人 自己的生活都一定會不愉快 譚詠麟 他本來在香港的樂壇 就已經是一個living legend 叫做活著的傳奇 當代的傳奇人物 一出到街 就受到萬人擁戴 但是現在出到街 隨時那些黃絲市民 見到他都未必想打招呼 在去年甚至乎他去灣仔 有一家黃店吃東西的時候 老闆娘都叫他去排隊 都冷待他 這些就正式是叫做熱念貼冷屁股 若然是給幾年前 超級巨星來到 當然就不用排隊 直接進去坐 馬上就有得吃 對不對 只是這種待遇的落差 就已經造成了心理很大的影響了 就算有很多錢又如何 由舊鎮市的萬人迷 淪為現在這種景況 當中的巨大的落差 你說令人情何以堪呢 好了 接著就講下另一宗消息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 他有一些叫做破天荒的建議 他說什麼呢 他說特首林鄭月娥 就應該當機立斷 以市民的利益為基礎 盡快押後立法會選舉 他說既然不公 就不如不選 他舉例 說日本也將東京奧運押後一年舉行 香港也能夠參考這個做法 實情 為這種說法 就是沒有道理的 為什麼呢 你就是為了支持自己押後立法會選舉 這個說法 就是找一些押後的活動 去支持自己 但是大家看看 新加坡的大選 不一樣是如期舉行 新加坡現在的疫情 是不是如火如荼 為什麼人家還要提前大選舉行 明明這個大選本來是下年才舉行 如果要考慮到疫情的時候 豈不是有它下年才舉行 就對了 為什麼人家還要提前 在剛剛七月過去的禮拜就舉行了 證明得到 以疫情作為借口 去要求押後選舉 一定是另外有所盤算 這些只不過是門面的借口 實情 在疫情的影響之下 就不單是居住在海外的香港人 沒有辦法 是很方便地回來香港投票的 因為特區政府一早就順然了 從機場口岸入口的香港居民 隔離十四天的安排去到九月中 只是過了立法會選舉投票那天 故此如果要趕回香港投票的話 就一定要預早十四天 調適時間回香港 好了 現在由於香港就是有一個 所謂第三波的爆發 故此 現在能不能夠落實所謂 粵港的健康碼呢 都成問題 若然現在這一刻去落實健康碼 這樣就一定會引起民情的不滿 挑起市民的反彈 因為你當初 在這個疫情平復了的時候 都不搞 現在都是第三波爆發又搞 豈不是搞亂黨 肯定這個所謂粵港的健康碼的安排 就是會有所順然 而且就是 即使去到九月立法會選舉那一刻 這個所謂粵港健康碼真的落實了 可以憑藉著健康碼入境香港 不需要隔離十四天也好 到時 如果香港的疫情還未平復的時候 究竟 那群居住在大陸的香港人 會不會 真的走回香港那次 為了投你那一票 那麼神心呢 你叫他都沒那麼聽 到時 分分鐘就變成所謂找命搏 故此 他就會有這個考慮的原因 第二個就是 有了之前去年區議會選舉的全居之鑑 今次 建制派一定操作得更加小心 因為去年他們就是誤報軍情 以為在區議會選舉當中 真是會有一班所謂的沉默的大多數 到了選舉當天就會出來灌票給建制派 結果就是打錯了魚翼線盤 尤其是在區議會選舉之前的一個星期 有很多處的示威活動 都造成了市民上班上課的不便也好 市民不但沒有怪那些示威者 反過來就只是怪你那些警察 為何去攻打大學 故此 在這個選舉當中的結果 大家就一清二楚 建制派就輸到七個一皮 所以在今次雖然不再是單議席單票制 就變成了這個所謂的比例代表制 建制派就不會是全軍覆沒的一定 而且就算在地區直選當中 都會有一定的議席 但是 若然市民又大規模地走出來投票 不要說多了 就算投票率是維持到去年區議會選舉的七成二 都已經是夠建制派投行 更何況就是 按照過往那麼多屆的選舉來計算 其實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率 一定是會高於區議會選舉 故此他們現在又想去國出其謀 有些又說要延後選舉 有些又說初選 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 諸如此類 總之什麼的說法都出齊 就是為了打擊民主派的選情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